走進市場掃街拜票 熱情的問民眾 自己的歌喉怎麼樣 原來是因為 徐曉星臉書很酸 高嘉瑜 沒人要聽你唱歌 制造噪音 殘境的好姐妹 歌空互嗆 追根究底 為了超思進口蛋正義 農業部逐科檢驗 是兩件截然不同的事情 徐曉星質疑說 現在的隨機抽查逐批檢驗 是有問題的 那難道是要逐科檢驗嗎 如果徐曉星能夠做到 逐科檢驗的話 那我認為徐曉星 可以成立個逐科雞蛋園區 強調自己 沒有說過要逐科檢驗 徐曉星更質疑政府 應該公開超思合約 而且巴西蛋曾經檢出 藥物殘留 和化高嘉瑜 大家都很想念 敢說真話的她 高委員呢 過去也算是我的好姐妹了 但是呢 竟然把我沒有說過的話 塞到我的嘴巴裡面 我覺得現在不是一個 套交情的時候啦 也就是說因為 關於這個蛋的民生物資 我想對國人來講 都非常的重 所以我們還是很直白啊 不管是對任何人 只要是該說的話 該做的事 我們還是繼續做 不止好姐妹告上 侯友宜辦公室 也呼籲檢調 應該介入偵辦 農業部長陳姬仲 則是強調將會公布採購合約 如果有需要 一定提告 從過去一旦難求 到現在品質把關 拉緊報 各黨睜大眼 仔細監督 大家可以發現 他是天才竹科工程師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想他應該是出奇蛋 對峙塔綠班跟民進黨的激進分子 不肯哭一場 那才是我們熟悉的高嘉瑜 嘉瑜回來吧 環宇新聞陳世雄黃萱萱 台北採訪報導 最具爆點的正式內幕 攸關荷包的財經動態 解析社會慣相 探討國際大事 周一到周五 晚間十點請鎖定 環宇一把抓